HELLO 各位大家好 那關於新聞部分奶奶您有發現把英雄聯盟迎來了轉會期 所謂的轉會期就是指說選手跟戰隊的合約到期 他可以選擇與戰隊繼續續約 或者是找另外找東亞投入自由市場 那關於轉會的問題呢 我們邀請到這方面的專家 經營戰隊多年的A2 謝老闆 謝老闆你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謝老闆 那關於轉會這件事情有怎麼樣的看法呢 其實轉會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說你以職業運動來看 其實轉會期 其實像NBA啦 搭聯盟或者是台灣的職棒 你轉會期大概就是一直爬跑去爬跑去對不對 那你合約一旦到了 那他就會成為自由球員 對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正常 而且健康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也不會把它看成說 這麼的嚴重或者是怎麼樣 對 那A2 最近的轉會也是有 最近有包含教練跟中部選手喬尾 那喬尾離開你有什麼樣的看法在這之前 就是離開之前有沒有跟他說什麼 嗯 就加油啊 那他也有講說感謝戰隊多年的照顧 對 因為我們是這種調整的問題 不會是因為說可能這個人打得不好 可能就是他不適應這個隊伍 那可能去別的隊伍會有更好的發展 那關於薪資方面 因為其實最近有一點就是 譬如說爆料別人的薪資 然後有預期一些豐厚 所以在這之前 就是在轉會合約到期之前 這些東西都是不能公開這樣 那薪資到底要不要公開 其實我覺得是取決於民族性啦 可能LCS會是公開這些東西啦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大師兄一定多少錢 他也沒公開啊 那我們有時候在想 他會不會是行銷操作 如果說你LCS整個公開 那你應該一個一個都公開啊 每一個人都公開啊 對啊 所以我們也覺得說 這些公開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我們也其實也搞不太清楚 其實也就是顯現出 其實因為北美挖橋 都是開很高很高的薪資 甚至是高到有點不可思議 那對於這件事情你的看法是什麼 應該是怎麼說 就是北美的一些隊伍 應該是他們的母企業都是很龐大的 像這次不是很多跟畢業的人 對啊 直接同意 對啊 人家都可以幾億幾億千一個球員 幾百萬美金算什麼 也是 對啊 對他在講 他好像領頭而已啊 對不對 就是給這些選手薪水 他們覺得很合理很正常 我覺得有能力的話 我是建議選手可以出去拼一下 就是比如說像王建民 他當初打得很好的時候 他也是選擇去大聯盟拼一下 其實我覺得年輕人可以多多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我覺得是很健康的一件事 如果我的選手真的有機會出去賺美金 我也會覺得很趕快去轉 趕快去這樣子 對對對 對啊 因為轉會基本上 對選手 對戰隊也是一個比較正向的巡迴 對戰隊會有正向的巡迴 就是其實我們 這代表我們戰隊的體系還是不錯的 可以把選手 培養得很好 對啊 然後可以到比較好的環境去發展 我覺得這也不錯啊 像現在轉會 其實很多後勤人都在轉會 那對於這樣子 LMS後勤人才比較缺乏的狀況 你有什麼樣看法呢 其實後勤人才缺乏 我是覺得也不會太缺乏啊 因為主要是來自於選手的自發型 因為後勤能夠給選手幫助的 其實很有限 所以其實是 你覺得是職業的自發型的問題 任何事情都是自發型啊 其實包括念書都一樣啊 如果說我壓著你打 那代表你基本上對這個項目 對電競是沒有熱愛的 那我壓著你做其實也沒多大意義 對不對 除了天分之外 你後天的努力還是要擁有 所以後勤能夠做的事情就是獨處 然後把課表排好 那至於你能夠做到幾分 說真的真的是取決於選手的自發性 對,那後勤能夠做的就是幫忙 我總不能把他吊起來打 哈哈哈哈 出錢的狗號不理啊 對,不行不行不行 那我又會被告死 就不合理啊 對不對 所以 不是說當選手 當隊伍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全部都賴給後勤 我就覺得後勤其實蠻辛苦的 就是你該背鍋的時候 你要先背 對 對,但是有功勞的時候選手打得好 哦,對 那後勤就會吃夢虧啊 嗯,有一點真的不太難 剛才有談到新資問題的話 北美是因為有很多企業的贊助 那LMS的薪資還是就是 通常都是 占對方 對啊 對啊 我們有一些贊助商嘛 當然這些贊助的費用 當然是會 回到選手的薪資上面 對 那比賽的也是 比賽的獎金 大部分就是 會回到選手 也是都是回到選手 就是 那其實 這樣感覺起來其實還蠻特別 那為了這件事情 就是其實大家已經發現 最近有在討論 就發現 兩戰隊的收入可以這樣 對 那除了你們這樣的收入 還有這樣是什麼 就是 工商代言嘛 對對對 譬如說除了 非戰隊以外的地方 非戰隊的話 我們現在有一些 經濟藝人在討 所以會有一些 實力住行的東西 像之前有可能 賣水餃的 賣滷味的 賣蝦餅的 賣蝦餅的 對 我們現在就是 還有冰棒 我記得還有冰棒 對還有賣冰的 對這些 這些比較實意住行的東西 所以就盡量去開拓這樣的產品 對 因為電競這個產業 畢竟才剛開始嘛 所以傳統產業其實 還看不到這一塊 他們會比較想要 立竿建議直接 就像如果有錢的話 然後大家會找 蔡依林啊 比較知名的 去去宣傳 但是他不會去 找西門 對對對 因為族群不一樣 族群不一樣 族群不一樣 那現在其實有很多選手 他們會因為 薪水的關係 以及相關 戰隊不一定而 去決定 去成為 就是高度人家 他們會決定乳高 變成一個實況主 或者是像中國大陸 也有這樣的狀況 就是覺得很累啊 或是直接放棄 那對於這樣的看法 有什麼人 就覺得為什麼他們會選擇 當實況主的選手 對 之前一開始 電競剛起步的時候 的確 就是選手的薪水 是低於實況主的 那經過這一兩年的變化之後 其實選手其實 對 就像我剛剛講的 不會低 甚至於還高 高於實況主 對 那這樣的話其實 可是這樣可以 因為這個實況主 可能經營起來 是比較自由 奔放一點 對對對 會有很多的所謂綁定 譬如說他只能玩這個遊戲 或是代言相關的東西 那對於這件事情 你的看法是什麼 所以當選手 必須對電競要很有愛 對 你真的要有足夠熱情 就是你 你當實況主 你打輸了就 就打輸了 對 但是你當一個選手 基本上 他真的要很有熱情 除了有愛之外 對於榮譽港 你對於榮譽港還要特別的 有 有那種 求勝心 對對對 但是 但是很多 選手都會選擇 退役之後去開始播 因為 就是因為名氣 他還是 還是 對對對 所以會選擇走這一把路 對 其實 退役之後走實況主 我覺得是很合心合理的 對 因為畢竟 他這麼多年來的名氣跟基礎 他這樣做下來 其實對他來講 也是比較有故事 嗯 對 如果讓你選擇的時候 一位成功的選手 他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特技 嗯 應該就是不放棄 對 就是 抓住你的夢想 然後 一直不放棄地往前走 嗯 對 其實最好的代表 應該 應該就是 像西門吧 呵呵 他一直是那種 不放棄的那種 那種 那種 精神代表 我真的很佩服他 他毅力非常的 堅定 甚至於他基本上是 不太碰其他遊戲 他只打運用 不造巧 不造巧 然後 然後最近 就是 開始會吃雞啊 會開始碰一些遊戲 他之前一直在 Focus在英雄聯盟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很擔心 你會擔心這個小孩 對對對 你說你是不是太 太Focus了 就是你連休閒的時候 都在打英雄聯盟 對 有時候可能 我會覺得他練過頭 哈哈哈 之前有聽說過 你已經贊助他 一年的那一份錢 那對 選手成家立業 這樣的看法 也是怎麼樣 我覺得很好啊 對啊 因為期待其他選手 趕快選擇 因為不會擔心他們 其實 緣分到了自然就到了 其實也不用擔心 不用特別擔心 對 時間到了 自然就會開花結果 哈哈哈哈哈哈 對 所以你覺得西門其實是個很棒的 一位職業選手 他的態度真的讓我們配合 他是一個 態度很正確的職業選手 對 但凡就是 你除了要有天分之外 像 還要有毅力 然後你還要堅持得住 像我們之前有清訓可能 百兩三天就收不了 你們的時程是怎麼樣 其實很正常 我們一天也是練八小時 表定八小時 就是一點到五點 然後七點到十點 然後其他的時間就是你付出 就是自主訓練 對啊 就是 就是你那個求生心你自己要有 那求生心是培養不來的 我也教不來 對 就像我剛剛前面那個話題 就是那個後勤的部分 這我真的沒辦法教你啊 如果你學手自己都不想要 我去強求其實也沒有什麼 所以其實那是種個人的素質跟態度 對 那個也是天分 那個也強求不來 那上期的話 聽起來HQ說 那個先發戰隊以外 那還有二隊以外 還有很多新訓的隊員 光英雄聯盟大概就快二十個 二十個 這要用起來 其實 就蠻辛苦 而且應該是各路選手都有這樣 都有 然後二十位 然後這樣子進入 對 而且這是光英雄聯盟 那其他項目也都有 像Overwatch傳說對決 對對對 五十 我們現在加加起來 一家老小 大概有快七十位 七十位選手 沒有就包含後期 包含後期 全部算在裡面 這樣也是很龐大的術 其實 有點頭痛 然後還要努力的去開脫所有的材質 對 所以我們才會開始做節目 然後接工商 因為選手的訓練時間是蠻長的 那你一直叫他出來接工商 其實 我們還是希望他以戰績為考量 那這個節目是主要帶來的效益在於 就是我們會 在中間吃 來一些工商 然後在這時候去進行 對 甚至賣一些蝦餅 貼補貼補家用 賣賣冰棒 所以這其實是 真的是有賺錢的 對 對 負務小股 但是你也不能奢望他賺幾百萬回來 我希望有那麼一天 對不對 就是賣冰棒 一個月收入可以一百萬 那樣 其實也是不錯 然後接那個把代言冰試車才會給一百萬 對 因為我們是 我們是那個在線上銷售 對 所以其實賣一百萬是有可能的 就每個人買個一萬塊 一百個人就一百萬 哈哈哈 一百萬塊的冰棒 對 你可以拿去捐給工人院啊 對不對 做做工藝也不錯 對不對 我們在這邊推廣大家 推廣 可以去的商品 現在冬天比較吃冰棒 我們最近在賣蝦餅 蝦餅 哈哈哈 所以就是多天小的去吃飲 對對對 那你也希望可以減少選手 減少選手的這樣的負擔 對 是選手 也不會減少選手負擔 是減少戰隊的負擔 哈哈 選手本身 選手本身應該沒什麼負擔 所以其實你們選手們都過不了的幸福快樂 對 除了戰績壓力之外 經濟上我覺得應該是沒什麼壓力 現在沒有負壓 對 好 那我們謝謝老闆 我們帶來這麼精彩的一個分享 不會不會不會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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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有問題 你 謝謝 謝謝 我